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仨刚才围观了一段马瑞拉 我看的第一个感觉是 这个什么呢 哭起和苹果电脑做植物广告了 肯定是 还有微博 这事我都没看 所以他这种东西看的多 他就是 你不用特别找的看 你基本上只要一上网 他就像个投票新闻一样挂在那里的 太多人围观了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身材还可以 你有什么评价 这个事情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非常扑手迷离 特别是那么多人看了以后 突然他又出来有一个视频说 他这段视频不是真实的 是他近来正在拍的一个电影的一个片段 但是你看那个视频 像是这种就是说一个电影片段 还是说这个电影就是讲偷拍的 我不知道 我看完之后 我当初我在家里看完之后 我第一个感觉就 自己拍的呀 肯定就是自己拍的呀 我自己这样觉得 因为这个女孩是听说有蛮多前科的 她之前还自编自导自演 就是什么掌 掌裹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演员 女歌手 据说是后来他有解释说是 经纪公司找一个贸似 贸似这个女歌手的那个人来 然后然后这么 也是个炒作吧 他后来自己承认是个炒作 还有另外除了这一单之外 还有另外一单 就是找了一个贸似周杰伦的人 一个男子 然后碗的人拉的手 然后又找人偷拍 就是我觉得 尤其有这样前科的人 你很难 不会没有这样的联想 就觉得这应该也是自编自导自演的 而我现在对这种事啊 由这个就完全没法接受 到最后现在呢 变成的可以接受 而且我就发现呢 这个源于接受什么 什么都能接受 他干嘛都行 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 就是我觉得源于我这个人呢 心比较软 一种侧隐之心 就是说这种情况 大家骂是吧 这个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女的是受害者 这不定给谁整骨或者什么 那这种可能呢 你看我也是同情的 对吧 那么再一种可能 就是炒作 我现在觉得 要是一女的 长得还不错 对吧 就为了出名 人家这个样子了 对吧 都这个 这样了 你还不让人家出现 允许 允许 允许出了 对不对 我们千万三人 都成了他们宣传平台了 上次有个甘露露 现在又来了干嘛 所以 还有苏子子的 对不起 但我错过了 对对对 对对 抱歉 抱歉 我侧隐之心 侧隐之心 我关注这个事吧 是因为我特别看到后面那个视频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这些是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就是他一开始这个事情本身出现以后呢 他是在挑战整个大众的主流价值观和他的伦理底线 但是挑战完了以后 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些说词把它往回落 就你绝对不能说我挑战完就挑战完 那你虽然出名 但你也死定了 你必须得想办法 就是说怎么解释 就像有些明星他这个微博上说了一些不妥的话 但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完了以后呢 他就出来解释说是助理发的呀 或者说我账号被盗了呀 就这种方式来来做一个转环 那么这个事也是一样 包括那个我们说到这个就是4月1号留学生 一个留日学生在上海红烧机场刺杀母亲那个事情 哎呦你说这个你说这个事情 哎呀真是我这挺有感触 本来今天咱们要留要聊这事的 结果被这个马尼拉吸引了 我给拉偏了 但是呢你说这个事啊 就说这个在机场啊 我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心理背景 我有一个心理背景 跟今天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相当的这个不协调 我的老母亲呢 现在在医院重症监护室 我是今天这个从时钟 我就开车赶回来做节目 他们说给我聊这话题 我就一看 你说我这一路上心里就想着我妈妈 然后我就看着 我去做大就捅自己母亲在机场 捅了酒刀 你知道我这种背景下 我一个本能的这个凡乱感啊 我的本能的 我就觉得我是这种凹刀孩子 你说留着他干嘛 这这嘟不嘟吧 吵不吵吧 吃了算了 就是你知道吗 我会就 这当然咱们要依法 依法治国 我是说对吧 就是所以就不能吃了他 就就降低到跟他一样的水平 但是就就你就可以理解很多 包括原来这个耀家心 有人都说了说干扰什么司法呀 这么的群众为官的意见 但是呢 可以理解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太超越人伦的 这个九刀和八刀 这个都都已经超越了 大家的接受底线 但是你就说的 他就刚才说的 后来他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个案件 案件跟内容炒作不一样 炒作是他有意的 他在炒作之前 他可能就想好了 假设他是个炒作的话 他就想好了 我怎么往回拉 或者危机发生 我怎么去公关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 比如说从耀家心 到这个 这个留学生的这个事情 他实际上 有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他太恐怖 太让你这个公众 接受不了了 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出来 不管是当事人 还是这个围观者 他都会想方设法 把这个事情 能够解释到 我可以理解的程度 很明显 就是网上出现的 各种各样评论 都是在想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 光美 你这个 这些事足够 醒你一宿没睡的神了吧 我怎么觉得 你眼睛冒泪花啊 是啊 为什么 难受呀 听到你母亲的消息 我也难受 听到别人母亲的消息 我也难受 因为最近 像到我们这种年纪 其实有时候 多年老友打电话来 常常抱的恶号 所以其实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说 我昨天半夜三更不睡觉 我也在研究 好多人上播客 写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说母亲跟孩子 很多人 很多网友都说 虽然这个 同母亲的孩子 是畜生不如 但是谁自编自导 自演的这场戏 其实是母亲 自编自导 为什么那么说 自编自导 为什么这孩子 会变成这样子 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你 教育的方式 因为其实按 一开始 亲友的说法 就是 其实这个母亲 是非常溺爱 这个孩子的 一个月挣七千块钱 当然每个月 必须提供 超过两三万的 人民币的钱 给他的孩子 在日本 我其实特别 就这个事情 我一大早 给我一个在以前 在日本留学的朋友 打电话 我说我可不可以 请问你 你以前在日本 生活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他把他基本的生活费 跟我讲了一下 基本上绝对 远远 远远低于 他一半 大概他一半 一半以外呢 我问他说 那你是 金油家里面的资助 他说第一年 父母送我出去 第二年开始 我就开始自己打工 他说日本是一个 乐不死人的地方 你只要愿意工作 24小时都有地方 可以工作 对 最继不过到 河天站还可以找活干 是吗 工资很高 没错 我听过最扯的一个解释 是说 说这个人 这么丧尽天良 就是因为去了日本 说去了虎狼之国 就变成虎狼之人 我倒是想 那耀家兴呢 难道他这个 他是日本的孤儿吗 还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你说虎狼之国 我又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我不知道 你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部 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部电影 叫Sin City 最乐城 我不晓怎么翻译的 那部电影呢 就让我常常会 联想起日本 为什么 日本呢 是一个充满了 诱惑的地方 所以呢 去到对女孩也好 对男孩也好 对女孩可能就是 各种的物质上的 一种诱惑 各种的打名牌 你看很多日本女孩 是那种刷爆卡 就是不惜 做任何的事情 圆交嘛 就圆交 就为了像你这样的 中年男人 给他买个包啊 你想想 那男孩有很多诱惑呀 各种的游戏 就是在现实 就是虚拟的生活 他们就沉沦在 那个现实生活里 我问我那女 我问我那女朋友 我问她说 那你们以前最大的一些 就是说那种 日本留学生的问题 在哪里 她说真的就是 拿了家里的钱 不打工 不读书 每天就是逛街 买各种的新型的产品 然后你知道那种3C产品 日本是非常非常多的 什么我不懂 我都太老婆了 没有啊 各种的新的手 3C 就是各种的那种手机 新型的手机 很多年前日本的手机 就已经可以看电视了 然后各种的最新的电脑 不断的升级 可能半年 你就要换一台电脑 然后各种的游戏 非常非常贵的 非常非常昂贵的 然后他们就是沉沦在里面 因为那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没有压力 特别开心 那跟吸毒 差不多意思的 那是上研 其实这些年 中国送了很多 就是小留学生 大概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就送出去了 送到发达国家 英国美国都有 然后这些地方 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家里有钱 然后出来以后呢 他就 基本上就是属于游学生 他也逼不了业 他成绩也不行 甚至有些都停课了 但他不会告诉家里 他就不断的向家里 索取这个钱财 那有些家里可能能支持 但是像这位 这个案例上 母亲明显 他们是 掳着掳着的 把小孩这么送出 说他妈一个月 工资7000块钱 人民币啊 开头他小姑姑什么的 还在抱怨 还在说这孩子不好 就是说他妈妈 为了供孩子在日本 就给我们亲戚朋友借钱 借了都有10万的债了 但是你看 要不说是围观改变什么 真是 一受到注意之后 我觉得还是母亲的这种心啊 首先就觉得 儿子这是要出事了 然后赶快又往回 往精神病方向聊 当然也 我们也认为 对 这种东西是极其个案 对 也确实你不能排除 是不是弄成精神病 或者到日本弄成精神病 这不能侮辱日本人民啊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瑞丸九运古坊 年份短疆 也请过酒 幸福就在离海 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创为电视黄牌大放送 这是一份跨越百年的 中国知识分子名单 王国伟 梁启超 陈寅雀 朱自清 钱学森 杨振宁 在我中间的地方 就是我开始的地方 这既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写照 也是这个国家 百年来历史的缩影 回望清华大学百年历程 世纪清华 上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光美你讲 什么教育孩子的问题 我发现一般 现在就说宽和严 咱们杨博士 你妈妈是成都人 成都诸葛武侯词 对吧 有一个著名的对联 咱们请文学博士 跟我们解一解 交点知识 百家讲坛 他这个联 是时间以前 一个幕僚 劝主人的 就是叫做能工心 则反侧自消 从古之兵非好战 不审视 及宽言皆悟 后来之属要深思 但实际上是 借着这个诸葛武侯的事迹 然后来劝劝后人 就是说你要不审视 夺视的话 不管是宽 还是言 对 都有差错 所以呢 这杨博士给人改写 说这个能工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教子非好战 不审视 及宽言皆悟 后来养儿要深思 你啥意思呢 因为我也是很感慨 因为我自己小孩也很小 然后我也看周围的父母的情况 最近那个关于中国 中国式父母 有些虎妈 虎妈 羊爸的这个讨论 都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也在老想这个问题 事实上现在我就觉得说 从上一句来说吧 现在很多家庭里面 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就跟交战双方一样 就完全是 是一个供养和被供养的关系 但供养之余 它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流 我互相根本不理解 就说这个 就这公兴这个点 根本没做上 就是说 如何去理解这个子女 或者子女如何理解父母 这完全是隔膜的 你像这个事情里面很明显 互相之间的那个理解 都非常的薄弱 我觉得你看 现在啊 就是好像你就觉得 上次我是看这个冯小刚啊 他是不是在微博 还在哪啊 他可能也是说笑话吧 就可能理解有误啊 他那意思就是说 他跟徐帆 教育女儿 他我们俩态度 截然不同 徐帆呢 那就是那种 他怎么不上学呢 怎么怎么不做作业呢 这将来怎么办呢 对吧 但是你说 方小刚是对女儿 他说女儿不想上学 咱就不上了 对吧 他说我们小时候 受过这教育制度的苦啊 是吧 反正爸爸能供养你 他有钱 是吧 爸爸就养我这女儿 养一辈子 你渴着劲儿活 我现在也真的 有时候有这么一种假想 如果是充分自由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像我这老爹呀 有无限的财富 我足够供你快乐一生 光美你觉得这个孩子 能快乐一生吗 那肯定是不行 绝对不行 怎么讲 我我觉得 就是我每次 每次讲到这小孩话题 我都觉得特别难 因为我还没有生小孩 所以 但是我常常觉得 因为现在父母呢 对孩子的唯一要求 把书读好 但是事实上呢 我觉得生活教育 是比学校教育 来得更重要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 就是像新加坡的小孩子 已经十几岁了 上学没法绑鞋带 为什么 因为从小 从这么小的时候 出门都有费用绑鞋带 到学校 老师得帮你绑鞋带 没有这种自理的能力 所以你说 那么小的留学生 你出国之后 你受到的各种打击 那你为什么不从小的时候 就让他 照顾自己 学会照顾自己 你剥夺他这种能力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在害他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都说 你什么要送小孩出国留学 就是昨天看很多论坛 讲说送小孩出国之前 一定要做一些什么 养成教育 这个那个 这种东西不是两年三年 可以教育出来的 而是从他 开始要慢慢懂事的时候 你就要给他很多很多的 充分的这样的教育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我说不审视及宽颜接物 因为我觉得不是 这个教育不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现在的父母一般来说 就稍微年轻点 他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说 我是怎么受教育的 我就怎么教育你 换句话说 他直接把他父母 怎么教他的这个东西 就转移到儿女身上 这是一种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 冯小刚那种 就是说 我受了很多苦 我从小的时候 我爸管他爷 我这个应识教育 害死了 我现在就放你去 就是我 我就听说美国那边 什么个性解放 什么那个 给小孩快乐童年 我就完全不管 你就自由发展你的个性 就是这样的两个思路 两种极端的思路 现在是我们的 统治的教育思路 在我们国家 你像那个 童话大王 那个郑渊杰 你说起来就自豪 他说 我小时候 我儿子 甭上他那学了 爸爸给你编教材 我就是 他小孩就说 我来教你 就是说孩子 现在也成才 做过我们嘉宾 都算成才 是吗 那个也是个特例 那绝对是个特例 因为我觉得 你要认识到一个 社会大的环境 特别像中国 现在大的环境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因为说老实话 我们是互相不信任的 一个社会 我们是互相投毒的 一个社会 那你一个孩子 怎么样面对 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不会崩溃 就是你从小说的教育 不会崩溃 我是相信 那个蜜蜂罐头 一打开很容易坏的 你从小把他养在个真空里面 太干净了 现在经常小孩到医院去看病 医生会说 你的问题就在于 你们家太干净了 所以他一出去就生病 现在很多家庭也是这样 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要求你学习好 别的地方我都不管你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完了以后 你出去以后 他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社会永远都是压抑个性的 或者压抑过分的个性的 我能小小的跑个题吗 其实这件事情呢 让我震惊 除了就是说 他真的是可以 我甚至于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是有预谋的 他怎么那么快 可以从一个 check in的行李面 拿出一把水果刀 而且你回 你回家带刀 带什么呢 随于身带的 包里面会把水果刀 不能上飞机 说在拖院的 你怎么能 你回家你干嘛带刀 而且你怎么能那么快的 就从一个 打包的行李面 而且拖院的行李面 拿出一把刀 这是第一点让我震惊的 第二点让我震惊的 你这什么意思 你说这是策划的 就是很多没睡觉 所以很多联想 第二个让我比较震惊的事情呢 就是我不想你们 有没有看到那张图片 就是那位那位女士 顾女士躺在地上的时候 基本上他旁边周围是清空的 我相信是有很多人 真的在围观 而且你知道最后救他的 老外冲过去抱着他 捂着他 然后教他要怎么呼吸 教他要赶快睁开眼睛 什么什么 然后大声的咆哮 可能在咆哮诸如此类 叫救护车 叫医生 救命 什么什么的 我也是很触动 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多了 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多了 其实我是一直在想说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你突然 你走在机场里 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 有个人倒地了 这个时候 我觉得人不会想到英雄人物 也不会做理性判断 这个时候实际上决定 你做什么的 是你的直观反应 而这个直观反应 实际上是你从小 形成的一个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走在那个地方 突然发生这么个事情 由于我没有看到前因后果 因为我不会关注那顿母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问自己 我能不能够冲上去救这个母亲 我很怀疑这一点 我的直观反应恐怕是很怀疑 我会打电话报警 或者我打电话 但是我很难冲上去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是说了中国人的实话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骂 说为什么救人 这是老外 是吧 好像怎么中国人没有 但是也有人说 你就像前两年出的那个新闻 你知道在某个地方 一个老太太 皮哈基摔地下 摔摔腿 你知道后来 还不是南京 南京那个事出了以后 你知道吗 好摔摔腿了 你知道当时这个情况 像是明明是在街上 但是感觉呢 大家围观的人的反应 像是在对一个溺水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人想上去 旁边人说 哎呀你别上去 对 他说是你推的 然后有人拿猪肝 你知道吗 就不敢上手啊 就是一群人也想救这个老太太 但是心里就顾忌 这就是你讲的 现在谁信谁 那你现在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老人上街会带个牌子 上面写着我叫什么 我住哪里 后面还要结局说 放心 我绝不讹诈你 就如果我摔倒 请通知我家人 你知道吗 也要写这么一句话 将来咱们出门都得有个牌子 我不是骗子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至尊新坐标 全新天籁公爵 革新登场 东风日产天籁公爵 我刚才听广美这么说 我觉得这是挺可怕 这是应了那句话 叫子女是债 无债不来 这关系就像是讨债鬼 对 对吧 那是就假如说这种揣测 这个瞎猜 有点谱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次回来跟母亲 就是讲述的 对吧 变成这么一种关系 你得给我钱 你不给我钱 我包里有刀呢 你说 因为根据这母子 跟警方的说辞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的心理状态 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母亲 其实是寒心如骨 因为父亲远在美国 母亲是寒心如骨的 在照顾这个孩子 一个月七千块的工资 但是当警方问这个孩子说 你们家家境怎么样的时候 他竟然跟警方说 我们家家境不错的 所以可能小朋友 小孩心里面都觉得说 我相信我们家是有钱 只是可能是不是家里人 不愿意给我 所以可能 很多人会说 即使是这样 你也没有理由 掏出刀来 对吧 所以我始终在 从压家心这个事情开始 我就在一直在想说 其实还是在于说 一个人的观念 就那个时候 有人提出说 要要心的观念有问题 现在这样以示意 人讲 就是说 到底谁是我 一个人的我是 就我自己呢 还是说 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家族 或者我的同胞 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就想到说 你看 那个时候 中日战争的时候 也有很多日本人 在家乡是温毛尔雅的 到了中国 就变成杀人魔鬼 那么在纳粹德国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 在家里是很优雅的声势 一边唐瓦格拉 一边听歌剧那种 但他一旦 面对游泰人的时候 他就能够丧尽天亮 所以这实际上是 一旦你把你的对手 对方看成一个 非人的物体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 我就觉得 你完全会违背 这个所谓的天主 你说的这个 现在就是有 是不是跟电脑游戏 还是这个时代 什么有关的 容易人把人 看成非人化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缺少 就是缺少 对他人难处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就他人的这种难处 心理尴尬 好像缺乏这种感受 还是不愿意去感受 而且像你说的 你比如两代人之间隔阂 我从一个事情上 我就有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 父母比较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年轻人 不耐烦等父母 比如说 他就说 这个社会变化了 你不懂 他反应快 父母比如说 为什么你不在家吃这顿饭 他说 我还得花时间跟你讲 我就应酬 我去什么 我干脆不理你了 慢慢的 你看这是 一个反应慢 和一个反应快 我甚至觉得 像那个发明Facebook的那个人 他们介绍那个人说话的 就是很有可能 跟计算机一样 就说的非常快 对于那种跟不上的人 他表现出一种瞧不起 就不理你 你们记不记得 耀家欣那个事情 他有个师妹叫李盈 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光骂 这个耀家欣 你们不想想那个人有多无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